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世界报 好康来报报 那我们是今天的主播 我是安安 我是欣欣 那么经痛不是病 痛起来却要人命 相信有很多女性都有这样子疼痛的经验 更何况过了30岁之后 女性的妇科问题就会越来越多 甚至会因此影响到了我们工作的情绪 对于心痛 许多女性会选择以乐肤的方式来缓解疼痛 但是真正要做到治本 能须从体内做起 饮用最天然的食物调整体质 好好爱自己 没错 那子宫是我们女人的第二颗心脏 但是一般人却疏于保养她 中医师罗佩玲女士呢 她就曾经在一本书当中提及一个简单又有效的方式 那就是红棗 自古以来 很多中药厨方都可以见到红棗的中影 由于红棗胃肝性温能补充益气 养血生精 所以几乎所有的滋补美容 调养生息的配方中都内含红棗一味 这是因为中医认为 棗为皮之果 使用红棗能够调理脾胃功能 达到补气养血 帮助消化 促进营养吸收 尤其对女性的身体特别好 以下让中医师教你一道料理 红棗鸡蛋汤 材料 红棗60克 鸡蛋一颗 红糖四量 做法 第一步骤是 洗干净红棗 放入500cc的滚水中煮30分钟 第二 在起锅前加入红棗调味 再打入鸡蛋 等待鸡蛋煮熟即可食用 功效 对体质虚弱 营养不良 贫血 脸色黄的人 可以当成平日保养的甜点食用 那特别叮咛 红棗偏甜 所以对于容易胃胀气 打嗝 排气多的人呢 对于红棗就要适量的使用哦 从饮食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健康视节宝 下次见哦 拜拜 如果你有想要询问我们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 欢迎扫描QR Code 或者是在影片下方告知我们哦